主席是三个方议境界后南岛省华中建协会 当教博物就没中断 配合方议规定这行孙会交出博物 这规定是非常辛苦 这位理切方议境界更为立即 华会申请管护社务处会和尽上的当教乡客 终于也通过 还是社区中备很欢喜 也减轻社工丸交出博物的负担 南岛省华中建协会当教博物 已经配合上口 除了进行基本的健康检查 也安排健康操 尤其表示配合上口很欢喜 这张外面可以回来上座吗 有啊 非常欢喜 这我的岛有到这 通通有到这 我会的 这很多都我的家 快乐 真快乐 比在家比较快乐 在家比较多 来这里比较大 比较大 比较有胖 疫情的关系 本会是服务是不中断 因为政府规定是 日间照顾的长辈 没办法来日间照顾受托 那向荣西的长辈 也是没办法来据点做活动 但是我们采取 到载服务的方案是不间断 要回来上座的长辈 需要配合相关的风产规定 更保证大家的健康安全 像是他在指引里面有规定说 如果有施打第一剂疫苗的话 当然服务对象就是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绕中心 那如果是在施打低于14天 或者是为施打的服务对象的话 我们是协助他们做快筛 虽然风云期间 协会登载服务没中断 但是对中部的生活和健康 已经出现不正常的情形 像是针对这些独居的我们也有 在这两个月期间到家里协助他们用药 帮他们量体温这种加值的服务 然后再来是可能少了一些互动性吧 所以过了两个月有些长辈回来 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他们的就是身体的机能 各方面都会有比较像的比以前还要来的弱 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礼拜是想说 让他们赶快恢复到原本的规律的日常这样子 南大观生活中间协会登载服务 已经有回合上口 和上部的接受人权 透过上口活动精权 促进身体健康 记者欢迎昆昆插红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